原标题 1955年寿贤时 他只是中将军衔 但后来的功勋超过了很多战将 1955年寿贤时 我军有一个人的军衔只是中将 但毛主席却跟朱恩来 朱德等人说 这个人是个帅才 在建设方面 很多上将都不如他 周登来也点点头 说他的确有一手 这位被毛主席称为帅才的开国中将 名叫于丘里 江西吉安县人 周登来说他有一手 其实是个双冠语 因为他确实只有一只手 那是在1936年长征时 时任红二军团六十十八团政委的于丘里 帅部阻击国民党部队 结果在战斗中被子弹击中了左臂 但于丘里毫不在乎 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战斗 不料 每一会儿左臂又被击中 骨头都露了出来 要不说于丘里是个狐家 这点伤根本没放在眼里 硬是拖着一条断臂 走完了长征 直到九月才做了截肢手术 成了独立将军 贺老总说于丘里有大智大勇 此言不虚 且放战争时 贺老总派于丘里下去争凉 当时四川土匪猖獗 贺老总问他 给你一个连够不够 于丘里说我一个班也不在 只要一辆急捧车 两个警卫员足以 到了地方后 于丘里找了一户大地主 住在他们家里 说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我就住在你们家里 如果我出了问题 你就看着办吧 这家地主一听这话 哪里还敢贷卖 赶紧派家丁把于丘里保护起来 并协助他征量 一个月后 于丘里 安然回到部队 带回了数百万斤粮食 还有一次 于丘里召集大家开会 当时前线不远处正在打仗 炮声隆隆 但于丘里毫不在乎 继续讲话 这时 急坏了秘书 悄悄给他递了个条子 说时间到了 赶紧散会吧 但于丘里看了一眼 随手扔掉 继续讲话 又过了一会儿 秘书又递了个条子 催他赶紧结束 于丘里仍然没有理会 到秘书第三次递条子的时候 于丘里也火了 叫道 你搞什么名的 这点枪炮就把你吓怕了 还闹什么革命 大家都知道 任何建设都离不开石油 新中国建立后 各行各业百费带行 对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 因此尽快开发油田成了当务之急 那么派谁来组织好了 贺老总和彭老总一起指向了于丘里 毛主席也欣然点头说 派他去 我就放心了 就这样 官拜中将三年后 于丘里当起了石油部部长 成了总览全国石油工业的帅才 大家都知道铁人王晋喜的故事 尤其是那句豪气冲天的有条件要赏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赏 更是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 但实际上 这句口号是于丘里提出来的 起初于丘里提的口号是 直取上 不许下 有条件要赏 没有条件也要赏 但石油部部部长孙静文说 这个口号太夸大主观因素 于是于丘里欣然改成 了 有条件要赏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赏 于丘里担任石油部部长达七年时间 共发现并建成了大庆油田 胜利油田 大港油田 辽河油田等等数个大油田 一举扭转了新中国石油开采的落后局面 1964年12月 周温来宣布 中国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所需要的石油 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 基本上都可以自己了 于丘里功勋卓著 官制副从理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但仍然保持着平民本色 1983年5月 69岁的于丘里 去着江金华某部视察 上台做报告时 服务员想扶他上去 他却一甩胳膊 说 去 自己剑步登上了主席台 在开座谈会的时候 于丘里抽出一根香烟 服务员看他一只手点烟不方便 赶紧过来给他点火 结果于丘里又胳膊一甩 说 去 然后把火柴盒夹在两腿之间 用右手划着了火柴 动作顺畅而自然 有一年 于丘里的亲侄女考军校分数不够 就来找大伯 想让大伯帮帮忙 但于丘里却黑着脸 说 能上就上 上不了回家种田 有什么好帮的 后来 于丘里回家叛亲 弟弟开玩笑的说 你当这么大的官 也没给家乡办点事 乡亲们都在说你呢 于丘里正色道 你们不要想着 从我身上沾光 我是国家纪委主任 不是江西省纪委主任 更不是吉安县纪委主任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跟他开口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on15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没有人敢跟他一定会除了 我一样吃了